大家好,我是李灿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梦 就我老婆这个人啊,梦特别特别多 我这个人几乎是不怎么做梦的 然后他呢,就是几乎每天都做梦 然后很神奇的时候就是 他会做连续剧一样的梦 就是比如刚才做了一个梦 梦醒了 然后接下来会继续把之前的梦给连着做下去 最关键的是呀,他做梦,梦醒了之后呢 他特别容易把梦和现实混在一块 就是呢,比如说 我成天会出现在他的梦中 大家先等一等啊 不是什么好事啊 在他的梦中,我不是什么正面人物 然后反正在他梦里啊 他成天把我想象成一个 不能说想象成 把我做成一个复兴汉 然后背着他怎么怎么地啊 很多时候就是背着他和别的女人 手牵手呀 之类的 然后呢,关键是他醒了之后呢 他还要对我白脸 对他说 你看,都怪你在梦里头 你看,这样都对我 我不能简单的说一句就说 那是你的梦呀 梦和现实是反的呀 什么什么 这是没有用的朋友们 这个时候我必须真心诚意的和他道歉 就说,我错了 我代表你梦中的我 向你道歉 我再也不会了 当然下次还会继续做这种事情啊 这梦还会继续存在 还有呢,我老婆还是一个解梦的高手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他知道在梦中 比如说出现一些景象 或者一些东西 在现实中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特别常见的就是 他在梦里头梦到了狗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比如说前天晚上他在梦里头 遇到一只狗 然后狗对他汪汪汪的叫了 他就会这样对我说 你今天不要惹我 我昨天梦到一只狗了 可能咱们俩会吵架 很多时候啊 这真的应验了 他要么就是和别人发生冲突 要么真的就是我们俩就吵架了 你说神奇吧 然后还有啊 就是我儿子啊 之前我跟他讲过梦这个东西 我就说很多时候啊 人做梦 梦醒了 在那么一瞬间 很多东西都会突然就记不起来了 就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但是我老婆不是这样 我儿子好像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和我儿子说 这可能啊 是因为梦的尾巴太滑了 对吧 在一瞬间 你醒了一瞬间 他就就溜走了 我儿子呀 后来学以致用 就是他有一天不愿上学的时候 他就学以致用 他和我说 爸爸我这个梦的尾巴太长了 把我整个人都绑住了 我醒不过来 小东西 我竟然为了不愿意起床 你看这种理由都编出来了 当然人除了会做种梦的梦啊 还会做个种白日梦 对不对 就像我不知道在哪见过一句话 就说 所有的小说 其实都是作者啊 做了一场梦 突然想起杰克罗林 他当时离了婚 一个人带着孩子 在咖啡馆里头写小说 他当时不就在做一场梦吗 哈利波特不就是他的替身吗 对不对 最后这场梦成真了 是一场美梦 对于哈利是一场美梦 对于杰克罗林也是一场美梦 在中国里还有两个成语 都是关于梦的 一个叫南科一梦 一个叫黄梁一梦 都是讲人呀 有时候做梦 做白日梦 我给人应该是这样 南科一梦讲的一个人 他有一天喝酒喝醉了 就是睡着了嘛 突然有人来拜访他 有两个人拜访他 然后说要邀请他去一个地方 跟着去了 就载着他的马车 走进了离他家不远 一个大槐 睡到一个树洞里头 然后马车就好像缩小了 他进入了一个王国 然后国王还把女儿嫁给他 你看他生活过得非常的美满 但后来他醒了 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黄梁一梦也是这么差不多的 就讲一个年轻人到一个旅店里头 当时店家正在蒸黄梁饭 很香 他到时候有点困了 有个道士就给他拿一个玉做的枕头 让他躺下睡觉 然后他开始做梦 梦到自己 就娶了高官的女儿 极尽荣华富贵 这的人事 最后突然醒了 一切都是一场空 那个黄梁饭这个时候还没有蒸熟呢 这其实就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在生活中很多人过得不如意 得不到满足 然后就在梦中让自己实现这种人生的进阶 对不对 然后中国的文化里头还有一个托梦的这种习俗 就是你的亲人呀 逝去了之后呢 就很多时候可能会在梦里头回来 这应该我觉得更多应该是比如说你应该特别思念那个亲人 所以你才会想起他 但是在中国人观念中 这应该是亲人 他从老远的地方回来 给你托梦了 而不是你想他 应该是他想你 他想和你交代一些事情 想和你传达一些思念 我老婆就曾经有时候跟我说 快到那个什么清明节的时候 他就老会做梦 梦到他的外婆呀 梦到他奶奶什么的 真的很神奇啊 其实这一切都是对亲人的牵挂了 当然了除了这些美梦呀 或者伤心的梦呀啥 还有噩梦 就想起就是那个花木栏里头 那个木须啊 不如经典台词就是 我就是你的噩梦 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鬼压床 就是睡觉的时候做梦的呀 就突然好像很难受 感觉身上有个东西压着 就是你想醒来 醒不来 特别特别难受 感觉身上都是动不了了 就感觉像一个鬼压在你身上一样 就是鬼压床 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做噩梦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想起来就起来不了 就是特别特别难受 有一次我做噩梦呀 就是感觉躺在那块突然 家里的门突然被几个坏人 卡用斧头给劈开了 我当然特别特别难受 想起来起来不了 然后我大喊一声 把我老婆他们直接给吓醒了 这个是我的人生一个污点啊 我其实很少做做梦 就是我想起以前做梦的时候 会有一次在我还是高中的时候 做梦也是可能做噩梦了 也特别特别难受 后来突然我的脚抽筋了 我直接从床上滚到地上去了 我觉得幸好抽筋了 我直接醒来 不然我还在噩梦里被困得太难受了 中国在战国时期 有个思想家叫庄子 他其实和孔子齐名的这么一个人 当时有一篇文章就说到 就是他一天睡觉的时候 突然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 翩翩起雾 感觉自由自在的 后来突然 哇又醒过来了 发现哦 我其实还是庄子呀 不是蝴蝶 他就开始想 我到底是庄子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 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子呢 就感觉现实和梦境中的边界啊 非常稀薄 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 但是呢 大家有什么想没有想过 就是想大家看电影的话 为什么要在一个这么黑暗的地方呢 对不对 黑暗的地方有个特别大的屏幕 就他那个地方发出光亮 别的地方都是黑的 这其实是在模拟一种做梦的状态啊 对不对 在做梦的时候 你可以沉浸在其中什么也不想 沉浸在整个剧情里头 你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 然后梦醒了 走出电影院之后 外面阳光依旧灿烂 对不对 然后生活还要继续造就 做梦就是这么状态嘛 所以拍电影人常常会被说成是造梦人嘛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的那天看那个头脑特工队啊 和儿子和媳妇一起看的里头不就是有些造梦的小人嘛 然后呢他们演演演 然后这还有一个现实滤镜 也这样他们演员是那个样子的 现实滤镜放上去之后就变成了真实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个人做梦梦到能看到的东西 对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的 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这个《盗梦空间》对吧 诺兰的电影 他把人啊梦啊分成好几层 从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 然后进入潜意识中 还可以把记忆进行植入 这个设定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好久好久之前看过了 应该什么时候把它找出来再看一遍 关于梦的电影电视呀都特别特别多 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梦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还有最后咱们去聊一下 春梦吧 春梦啊一般情况是比较香艳的梦 我感觉就是青少年啊 做这个梦比较多 就是年轻的小伙子呀 小姑娘的时候做这个梦比较多 大家应该有这方面经历 但是很多年轻小伙子 就是半夜做了梦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 裤装是湿的 黏黏糊糊糊糊糊的 很多人都习惯你把这些东西藏起来 藏在枕头下面呀 床单下面呀 或者疼疼的扔掉 还有呢可能会偷偷到这个厕所 一把洗了晾起来 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做的了 不过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那么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吧 大家可以把做梦的经验和我在底下分享一下 再见了 再见了